杨念祖的下台呢也牵动了一系列这个军方的人事布局 其中海军出身的高广旗上将出任参谋总长 不过在其中看得到三军内斗痕迹 因为按照过去军中不成文的传统呢 在严明之后参谋总长照理说要由陆军来接任 但是原本呼声最高的李祥宙呢 因为红仲秋暗失掉了机会 换成海军的高广旗 而不止如此 在红仲秋暗爆发以来 军舰总长曹金生 新上任的国防部长严明 也通通没有陆军体系的将官 看得出来这个红仲秋暗 可以说是把陆军的士气完全打爬 军水必备 大家好 国军动摇之际 严明出任国防部长 原本的参谋总长位置 则由高广旗顶替 只说海军出身的高广旗接掌大位 也让外界嗅到三军不平静的严校尉 眼看这样的一个 这次的人事安排规划 打破这样的一个潜规则之后 由那个跳过陆军 就表示说陆军内部 没有这样的一个适合的人选 本来大家最看好的这个李强奏 因为这个红仲秋暗间意外落马 陆军不止痛失参谋总长的宝座 就连新上任的国防部长 也蕴藏军方角力 因为细看过去历任国防部长人选中 郝伯村 蒋仲林 唐耀明到高华柱都是出身庞大的陆军体系 而且一座都好几年掌握至高权力 直到红案爆发 却可以发现对外发言的检查总长曹金生 和最新升官的严明和高广旗通通不见陆军人马 红仲秋暗撼动国军高层 也牵扯出陆海空三军内度角力阴谋 只不过红案到现在还无法给家属国人们交代 就怕军中将官们真只忙着抢大位 争全力 忘了追查真相 今天新闻林农明 林农真 台北采访报道